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中国政府几十年来每到他开党代会的时候一定会发生重大的一个事件 以前出现了高岗 后来又出现了彭德怀 再有的刘少奇 再有的林彪 后来还出现一个私人帮 改革开放之后也发生了胡耀邦 赵紫阳下台的这些事件 到了最近这个一段时间的二十年来还发生了陈希同 陈阳宇 一直到眼前薄熙来事件 中共党内有一个有些人他研究一下中共政治局的一个情况 他就说了一下 他说胡温执政的时候中央政治局委员有25个人 其中就出现了陈阳宇和薄熙来这两个严重的犯罪事件 他说按照犯罪学统计的话 中共中央政治局的犯罪率每年是0.8% 截止到2010年 中国的民众的犯罪率是多少呢 是0.363% 换句话说 中共中央政治局的犯罪率是民众的犯罪率的2.2倍 他又统计了一下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的犯罪率 从中共建立以来总共有不到300名的中央政治局常委 他的犯罪率是多少呢 高达10% 这个犯罪比例是远远高于民众的犯罪率 所以说他们就说中共是一个不折不扣的 中国最高犯罪率的犯罪团伙 是啊 所以中国百姓对中共双开薄熙来的处分 这个节目的设置组很庞大 他采访了几千人 这个里面有什么呢 有工人 有农民 有公务员 有军人 有科研工作者 有什么其他的各个各行各业的人员 他有一次他就采访了一个中国的农民 进城打工的一个农民工 他就问他 什么是幸福 幸福是什么 结果这个农民工就打了一个记者半天 然后跟他说 我是进城打工的 你不要采访我 结果记者气而不舍 他不放弃这个机会 他就要继续问 说你要告诉我 你这幸福是什么 你幸福吗 结果这个农民工又打了记者半天 就是看了半天就说 我姓曾 这个回答就引起了民众的很多强烈的反应 大家都笑 说这个农民工的回答很有智慧 大家就快要理解说 我曾经幸福 这意味之外 我现在不幸福 以前有个记者采访了一个民众 他说他不想回答的问题 我打酱油的 打酱油的网络 打酱油的中国民众里很流行一段 现在我姓曾也成了大顾的一个流行荣语了 是啊 看来中国百姓还是很智慧的 一个普通的农民工就能这么智慧的回答央视记者的问题了 是 中国百姓很聪明 其实中国官员也很聪明 十多年前我认识一位中共副部长级的一个政府官员 他是先把女儿移民到了美国 然后自己就在美国悄悄的办了一个移民 申请了维卡 他就在中国大陆跟美国之间难改回的往来 五年过后就悄悄的申请了美国国籍 成为一个美国公民 但是他自己还在中国当官 现在已经成为一个政府级的官员了 掌握了很大的实权 这说明什么问题啊 就说这些官员嘛 嘴上表面是荣护中共 高喊着自己要紧紧围绕在 以胡温为中央 维持核心的党章周围 在不久前 中共又公布了一件事情 这个事情也就很有意思 反映了中共的离心离德 到什么程度 中纪委到湖南省 双规了一个湖南省的副厅级的官员 这个官员被双规两天之后 突然间找中纪委的官员说了 说你们呢 其实你们是无权抓我的 这个中纪委的官员听了之后 就是很生气 活很大 说我们是中央派来的中纪委 别说你是一个湖南省 那个地方上的副厅级官员 那部长 省长 书记们 我们都能双规 你怎么就不行呢 湖南省副厅级官员就说了 说我是美国人呢 我现在是美国人 你们这个中纪委 你可以双规你们党内干部 但不能双规中国人 但是你不能双规美国人呢 这个中纪委听了之后 吓了一跳 他赶紧就核实 结果一核实 才发现这个副厅级干部 早就是入个美国籍 确实是美国人 紧接着呢 这个美国大使馆呢 就来人呢 就来一个领事官员呢 到了湖南省 就要求中纪委放人 你不能够双规我们美国人 你要放人 中纪委这个核实之后 也没有办法 只好就把这个副厅长啊 就给放了 这还不仅如此 这个美国官员呢 要眼看着护送的这个 拿着美国护照的副厅级官员上飞机 看着这飞机飞出这个中国 而且确认到飞机已经到公海之后 这个美国领事呢 才在机场啊 吃了一份盒饭 然后再返回北京去 这个事件啊 在中国百姓当中啊 闹得沸沸扬扬 当湖南的这个官员呢 在自己的个人微博中啊 予以否认时啊 这个爆料的邓飞啊 反驳说 每一次讲到这个幽暗的秘密啊 总会有人出来反驳 或者说难以置信 如果这个确系谣言啊 我愿意承担传播的所有惩罚 可是没过多久啊 就又有人爆料说 大连的一个官员啊 也是如此 湖南的这个副厅级干部啊 我们我是没有掌握到确实证据 我也没有不能够确定说 百分之百的准确 我们只能说 这是中共自己的公布的一个事情 但是大连这个官员的事情啊 我是非常的了解 而且这个干部我也认识 这个人呢 早就到了美国 现在就住在一个洛杉矶 这个事情啊 实际上在中国发生了很多次 我所知道的 至少可以确认四起以上 这个中共这些官员跑到美国 还是比较幸运的 而且他们都是早有准备的 其实呢 这个我们可以看一看的 中共高层的官员呢 早都有这样子的准备 你像这个邓小平家族 他的女儿啊 包括他的孙子孙女啊 很多是拿着美国籍 而且都是有绿卡的人 像这个江泽民的孩子 也是拿着美国绿卡 在美国读的书 像这个杨长坤的家人 也是如此 都是拿着绿卡 另外朱镕基的儿子呢 孩子呢 也是在美国读书 拿着美国绿卡 像李鹏的孩子 也是如此 像温家宝的那个孩子 也是在美国读书啊 拿着绿卡 回到中国去做生意 更为出色的是谁呢 是胡锦涛 胡锦涛的女儿啊 不仅拿绿卡入美国籍 连结婚都不回到中国去 而是在敲 而是悄悄的跑到夏威夷去结婚 然后回到中国去赚钱 从这些事实上啊 你都可以看到中共的一个官员的真实的一个嘴脸 他们口口声声的说的是要为共产主义献身 要全心全意的为人民服务 但实际上他们背后都是男道女长 全都是在背叛中国百姓 背叛中国人民的利益 自己呢是先跑到美国呢 寻求美国人保护 而对中国说呢 是美国主义是人民的公敌 他们一旦有问题 全跑到美国 寻找到公敌来保护自己 所以有人说啊 薄熙来事件并非一朝一夕 而是共产党体制啊 长期酿造的苦果 所以光靠审判薄熙来啊 是无法说服那些对中共的体制 已经不抱幻想的人了 是 中国的贪官污移制度啊 是难以想象的 不仅创造了中国的历史记录啊 而且创造了人类史以来的世界记录 有人统计了一下 中国政府官方公布的一些贪官污移的状况 这些状况可以说是触目惊心的 令人匪夷所思 叫人难以置信 最近中国政府又公布了一个案件 这个案件是什么呢 是山西省国土资源厅的副厅长 叫张明月 他这个贪污多少 贪污了800亿国有资产 这个800亿什么概念 是120多亿美元呢 这个如果说 这个按全世界的一个富豪排名的话 前100名 这个张厅长啊 他的排名可以排在63位到65位之间 也就是说他进入了全球的最富有的富豪100名职业 在目前深深陷入经济危机的希腊政府 他自己宣称 他说只要世界上救援我们希腊政府100亿美元 就可以把希腊的经济危机挽救过来 这个中国一个官员贪污的钱 就可以解救希腊的经济危机 从而就可以解救欧盟不破裂 而就再进一步就可以挽救世界经济 让全球经济复苏 不仅如此 这个官员拿出100亿拯救的世界 还剩下20多亿美元 可以让自己和数代人享受荣华富贵的生活 你想是这么可怕的事情 是啊 一个副厅级的干部就可以贪污这么多钱 这真是太可怕了 不过这也是个案 中共当中这样的官员不会很多吧 要说这个算是个案 也可以说是个案 但是这一个个的个案创造了历史的记录 根据中国政府公布的官方 根据中国政府官方公布的资料显示一些问题 类似的个案是非常多 比如说山东省一个副省长 他被双归了 结果查出来多少呢 贪污了540亿人民币 这将近接近于100亿美元 大约90多亿美元 铁道部的部长刘志军贪污了100亿 铁道部的总工程师张鼠山贪污了260亿 河北省的省长的秘书李珍贪污了300亿 而且我列举的数据都是中国政府自己公布的 像这次薄熙来的事情的爆发 中国政府说他从初级干部开始就贪污腐败 而中国百姓就说了 说中共干部不被查的时候都是孔帆森 这是中共树立一个模范的典型 一查全都是王宝森 这是北京市的副市长 是一个贪污腐败的一个案子 而在最近这几天 中共又公布一个案子 说中共一个山西省有一个县长 这个县长上过中央电视台 接受过中央电视台的一个焦点访谈的节目 这个访问 树立为中共的典型 什么优秀共产党员 优秀国家干部 而且是中共立为的当代的焦鱼录 大家都知道焦鱼录是连结的典型 中共树立的连结典型 这个当代的焦鱼录 结果一查一双规 结果发现了 它贪污了17亿人民币 而且还养了十几个情妇 网民说 中国的官员用一个又一个鲜活的案例 告诉世人 人类可以有多无耻 中国政府宣称 中国是世界第二大国 可以拯救陷入经济危机的美国和欧盟 其实中国想要拯救美国和欧盟很简单 只要让中国的贪官们 把贪腐的钱拿出来 就可以实现 这样不仅拯救了世界 还拯救了中国 观众朋友 今天的静谋论坛就到这里 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再会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